哈喽,小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老师要上千岛娃娃课 小朋友们拿出来这本书 我们打开第三页 今天老师要玩个游戏 玩你问我答的游戏 等一下我们会一边玩一边画画 我们看看书里面 如果老师问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那小朋友们喜欢吃什么水果呀 我们看看书里面的图 这是什么水果呢 这是榴莲和椰子 那小朋友们喜欢吃榴莲吗 如果小朋友们喜欢吃榴莲的话呢 小朋友们就可以回答 我喜欢吃榴莲 那老师再问哦 小朋友们喜欢吃椰子吗 如果小朋友们喜欢吃椰子的话呢 小朋友们可以回答老师 我喜欢吃椰子 那如果小朋友们喜欢吃这两种水果的话呢 那小朋友们可以回答老师 我喜欢吃榴莲 也喜欢吃椰子 会吗 那比如说 小朋友们喜欢吃椰子 那如果老师再问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比如说 比如说小朋友们喜欢吃葡萄 比如说小朋友们喜欢吃葡萄和草莓 那小朋友们可以说 我喜欢吃葡萄 也喜欢吃草莓 会吗 好 我们看看下面的问题 他说 爸爸喜欢吃什么水果 哇 他就问爸爸了 那小朋友们要问爸爸喜欢吃什么水果 小朋友们可以问 爸爸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如果爸爸回答 我喜欢吃苹果 那小朋友们就要画出来苹果 在这个篮子里面 我们画苹果 我们画一个苹果 会吗 好 那如果爸爸说 我喜欢吃苹果 也喜欢吃橘子 那小朋友们就要画出来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 我们就画一个橘子 会吗 那如果爸爸只说我喜欢吃苹果 那小朋友们就画一个苹果 如果爸爸说我喜欢吃橘子 那小朋友们只画橘子 但是如果爸爸说我喜欢吃苹果 也喜欢吃橘子 那小朋友们就要画出来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 会吗 好 那现在我们看看旁边的问题 妈妈喜欢吃什么水果 那你们就要问妈妈喜欢吃什么水果咯 那你们可以问 妈妈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如果妈妈回答 我喜欢吃蓝莹 那小朋友们要画出蓝莹咯 我们画蓝莹 就这样画一个蓝莹 然后如果妈妈说我喜欢吃蓝莹 也喜欢吃芒果 那小朋友们就要画出来芒果 这样画的芒果 可以啦 这就是蓝莹 和芒果 如果妈妈说我喜欢吃蓝莹 也喜欢吃芒果 那小朋友们就要画出来蓝莹 和一个芒果 如果妈妈只说我喜欢吃芒果 那小朋友们就要画出来芒果 或者 如果妈妈说我喜欢吃蓝莹 那小朋友们就画出来蓝莹 但是 如果妈妈说我喜欢吃蓝莹 也喜欢吃芒果的话 那小朋友们就要画出来蓝莹和芒果 会吗 好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画的水果涂颜色好不好 我们先涂苹果 那老师问 苹果是什么颜色的 是红色的对吗 所以我们就拿我们的彩色笔 红色的彩色笔 就涂上苹果 是红色的彩色的彩色的彩色 哇 好了 现在我们就涂上橘子 那橘子是什么颜色的呀 橘子是橙色的 所以我们把橙色的彩色笔拿出来 来涂上橘子 橘子 好,现在我们就看看旁边的篮子 这里的篮子有 蓝莓 那老师问蓝莓是什么颜色的呀 蓝莓是蓝色的 所以小朋友们拿出来省蓝色 我们把蓝莓涂上颜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涂上芒果 芒果是什么颜色的 芒果是绿色的对吗 所以我们 绿色的彩色笔 我们就涂上芒果 As Alliedereal 好,那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水果涂上颜色了 好,那今天的练习呢 我们先做到这里哦 小朋友们在家不要忘记要做练习 好,小朋友们再见